iMark X贴合苹果8 Plus效果操作视频 iMark X贴合机上面贴合,手动打开贴合舱门板 里面有一块胶垫,将屏幕正面朝上,液晶朝下进行贴合 下面的这个是除炮筒,屏幕贴合完之后,放进除炮筒内进行除炮 下面,我们进行操作,将液晶放到对位模具上,撕掉OCA干胶保护膜 撕掉新盖板的保护膜,将盖板进行对位 对位好后,中间点一个点即可,不要大面积按压,不然有可能导致气泡出不去 将屏幕放在贴合舱内,关上贴合舱门板,按下绿色的贴合机启动键 开始进行贴合,这个是负压表,正在显示抽真空,这个是贴合压力表 贴合压力我们出厂已设置好,一般不需要调整 如果需要调整,机器右侧有调压阀,可以进行调整 贴合完成,我们来看一下贴合效果 几乎无炮 打开除炮筒舱门,将卡槽底座取出 将屏幕放进卡槽底座内,底座可同时放入7个屏幕 同时进行除炮,将卡槽底座和屏幕推进 向右旋转,关好除炮筒门板 按下红色的除炮启动键,开始进行除炮 贴合机左侧有除炮压力表 当前除炮压力,在这个表上显示 贴合机靠控制面板来控制贴合和除炮 控制面板上,第一组红色的数字显示的是除炮温度 出厂设置50度,第二组数字显示的是除炮时间 出厂设置8分钟,第二排第一组数字是真空时间 出厂设置30秒,第二组数字是贴合时间 出厂设置20秒,温度和时间都可以调整 直接在每一组数字的上方,或者下方 有上下调节键,按下调节键即可进行调整 贴合温度和贴合时间 工作过程中如果需要停止工作 按下右边的急停键,即可停止工作 除炮完成 向左旋转打开除炮筒 拿出屏幕 我们看一下除炮效果 完美无炮